台中市成为全台第二大城市市民存款金额也高居全台第二 看好台中未来发展外商银行增设据点 投资6000万元打造第二间数位旗舰分行 要锁定台中的高端客群 报上是分这字号 类似气送头的金融飞缩服务 就能直接领钱或存钱 节省客户时间 还用专属视窗显示点潮状况 满足高资产客户安全与及时等服务需求 那美金有吗 美金也有 专属VIP室提供更隐秘的交易空间 外商银行锁定台中的高端客群 全台第二间数位旗舰店落脚台中进华地段 第一个就是投资在数位化能够服务所有的大众市场 第二个是在分行的时候能够服务到高资端的客人 第三个能够是协助我们的行员在数位的洪流当真做所谓的转型 今年8月台中市成为全国第二大臣 加上金管会统计台中市民的存款高居全台第二 而经济部公布的2016中小企业白皮书 台中中小企业占全国13% 仅次于大台北地区 三大利多吸引万银砸下重金金柱 所以这代表台中的市民有非常大的财富管理的需求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在台中也花了200万美金打造iVOL数位旗舰 台湾我们是跟新加坡香港并列我们全球前三位 所以呢可见的台湾这个市场对我们集团有了很实际的一个重要性 我们对台湾这个市场充满信心我们会继续的投入的 总经理表示去年台北设立的首家数位旗舰才过半年 新客户成长15% 业绩成长30% 看好台中的发展潜力 外商银行投资6000万元 复制台北成功模式 插起大台中的银行版图 新唐人开电视 求人喜正如 台湾台中采访报道